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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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个部分呢就是跟本地的一直结出的这个乐队 Zinc合作是吗 Zinc Zinc 不是 S-I-N pronunciation Zinc Zinc 其实之前有点我也是有 有那个 有说错的名字 对因为我就想说 Zinc 因为是Zag嘛 所以我就觉得是Zinc 所以是Zinc 我觉得你要叫他们换名 是他们的问题 不是你的错 真的 OK好的 来 或许Olivia可以先跟我们分享一下 在当天晚上 叫你会唱哪些歌曲呢 然后又会以怎么样的方式跟Zinc合作 这一次因为就是为了这个吃散的节目 就特别的 就想起一个想法 就是把一些 那个怀念金曲的音乐 然后把它弄成一个主题 OK 对然后这一次 这个想法是你的吗 你的idea OK 那你会唱哪些金曲呢 邓丽君跟那个 恰似你的温柔的 蔡芝 蔡芝 对对对对 他的那个金顶的歌 三个曲目了 包括了有月亮代表我的心 有恰似你的温柔 还有我只在乎你 听说这三首歌曲 你会有一点 以不一样的方式呈现 对吧 不一样的编曲 然后选这些歌曲 就是因为觉得很温馨 然后我还蛮喜欢这些经典歌曲 而且也能够勾起很多人的这个回忆了 对 重点 我相信以你的歌声 因为你有你自己的 你知道吗 因为大家都说你是 小的这个 那个Lisa Onoma 对不对 不感到 其实她也没有很小 没有啊 因为你知道Lisa Onoma 是在日本是很出名的 对对 这个就是Bona Vosa的 Bona Vista 你看我都讲不出来了 Bosnova Bosnova 是Bosnova的这个唱唱的女王 所以呢 大家以她是小的 小耶丽莎 所以你知道吗 她就有这样子的一种唱法 来演绎 所以当天也是会用 比较Bosnova的方式 来演绎这些经典好歌吗 其实没有 因为 其实跟Sync一起合作 就是因为他们的band里面 有用了华语的乐器 哦 所以感觉 有有有 对 所以感觉是 古真等等的 OK 所以应该是非常特别的一次合作 那你跟他们已经彩排过很多次了吧 有啊 然后昨天也是有总裁 今天也会有多一次 所以默契方面 已经没有什么问题了 OK 那很好 很舒服 那紫穴呢 当天会有什么样一些比较精彩 比较特别的表演 你会在怎么样 就是穿插在这整个项目当中 我会在她表演的五分钟内 去完成一幅素描 就是跟一个老人家画一幅素描 这样子 很棒 对 所以你一直以来都是有从事美术方面的一些创作吗 我之前是学室内设计 OK 可是因为之前画的都是很technical的一些作品 所以第一次画素描 所以对我来说 是蛮有挑战性的 对对对 因为刚才在私底下工作人员跟我说 她会画素描 所以我就来说 真的吗 五分钟 她说五分钟会完成这个素描 OK那你有没有就是一个老人家 就当你的model 让你现场画 还是就凭空想象 没有就是那个 何老太太她会坐在那边 对 你之前已经有试过了吗 她没有给我照片 OKOK 她好画吗 她其实现在对我来说 已经画了很多张了 所以她OK 因为人毕竟你的眼睛 整个传神 整个人物的那个脸部的那个表情 并不是这么容易能够 就是画得很真的 对对对对 就是要抓准几个重要的部分 所以只要那几个抓得准一点 就画出来的神韵就会在 OK 五分钟哦 有把握吗 要 暂时还没有很大的出错 OKOK 你会用什么 你会用pensel 就铅笔 还是chuckle 对对对对 一般上用素描 用chuckle画会比较好看 而且chuckle比较厚嘛 比较容易画完 你什么意思 是确实 真的 是无论我们的嘉宾 不是说真的 如果你用pensel 它这么幼 你画很久才可以把它的轮廓画出来 真的 你要问我 因为我有学过 Solene 没有吗 我没有 OK 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就是画千本 所以就很慢 所以就 所以用chuckle比较容易 对对对 好 那我们现在听一首歌曲 之后我们再聊聊 就是子炫跟Olivia 第一次合唱歌曲 有什么样的感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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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